您是他的侍卫长 你也比较了解他的心境 这场战争其实是改变了老总统的一生 哪里啊 改变了他 对他的影响很大 哪一个 对老总统的影响很大 这场战争啊 因为他赢了这场战争 他用他的精神 用他的信念赢了这场战争 可是他把国家给输掉了 很多人这么看 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当然有错误 可是美国人怎样都有错误啊 美国人错误很多 所以他是抗战以后 美国人因为对蒋维恩这样的 因为他是个独裁者 或者是另外一次 中共对于这个美国的宣传 他们这个美国人上当啊 所以苏联是全力来支持毛泽东 我们这个美国马下来了以后 走了以后 他是全部都和我们这个不远处了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是蒋维恩这样的 他狗人一生的这个一个最大的错误和失败 把大陆丢了 但是重来是大陆丢了 他没有放弃这个三民主义 同意中国的思想 就自由民主同意 均补同意中国的思想 所以他要说 先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神 今天我们在台湾所见的 就是造了 不是造了教条神 不是造了孙中山的 没一句话的神 大的方向上 国际地位平等 政治地位平等 经济地位平等 我们就是完全是 在了全中华民族的一个立场上 决定政策 所以这是一个 他坚定不移的一个意志 他从来没有想说在台湾平安 所以当1949年 美国人发表表批书的时候 他没有动摇他的这个反共道具的决心 所以他到台湾来了 不是为了在台湾能够总了解出来的 他的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年轻时代 台湾的年轻时代 他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相 当然现在我们被了很多的牛球 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 那今天是毛泽东领导的 为什么开陆会议 不是毛泽东去了 为什么这个最后受想 是火银青来受想的 那不是朱特尔受想的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今天我们总是一句话 抗战的事是我们中华民说 有史以来战争炸户最久 区域最大 牺牲最残一个战争 但是这是成果最辉煌的一个战争 所以 有史以来 很精彩 有史以来 没关系 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 是没关系